緬甸政府軍連續多日派戰機 對黑音獨立軍的大本營拉閘士發動猛烈空襲 又出動武裝直升機圍剿半軍 半軍就用迫擊砲還擊 總統不登聖旨 軍事行動是自衛 連日武裝衝突已經有個萬名緬甸艦民 逃到中國雲南境內躲避戰火 早前更有三枚炮彈落入雲南境內的營光縣 損毀一致民防 無人死傷 中國就事件向緬甸提出交涉 要求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可文報導